据上海媒体报道,今年一月份以来不断有市民反应,在上海市黄浦江上游的松江区发现了大量的死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范家公渡北端的横辽金河面,记者看到一头几百斤重的死猪四脚朝天浮在水面,旁边有一只体型稍小的死猪侧浮在水面,站在河边可以明显地闻到一股恶臭味。 在往西约三十米处,是一个铁度的桥墩,这里有一块近五十多平方米的岸堤,记者粗略数了一下,有十多头死猪,有的在岸堤上的,也有漂浮在水面上的。 由于浸泡在水中的时间已较长,有些已经腐烂,岸堤上死猪因暴晒高温散发出的恶臭令人作呕。 在黄疗经附近的村民表示,乱扔死猪的现象一直都存在。 到目前为止,经过松江当地有关部门的地毯式摸牌,查明整个松江区的范围水域内,共发现死猪929头。 目前,当地的水务部门已经全力组织打捞死猪,当地的水务部门将把这些打捞起的死猪送往当地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理。 据悉,目前上海市区和松江地区的供水正常未受影响。 雪猪中的空水平宗留下,伞龙期外,不知被風通。 优优独播剧场上海市区的范围水平宝。